大家好,我是加里美出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6号 最近的一个比较振奋的消息 就是马斯克终于400多亿美元是吧 全资将推特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私人公司 然后他应该会把他的好朋友 Jack就是之前的推特的CEO 那个长胡子的那个Jack 把他请回来继续当CEO 刚才我也花了半个小时 看了一个他们的一个live直播 就是有主持人邀请了马斯克 还有Jack还有wood 然后来做一个关于对加密货币的一个 趋势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好多没听懂 但是我想实际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商业逻辑呢 虽然我们做 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讲移民产品 但是未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发展 移民产品肯定只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部分 更多的我也希望把一些 非专业的想法分享一下 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更专业的一些 人士的一些回馈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部分 能够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资讯 就是我认为马斯克他在他在布局的一些行业 其实应该来讲就是我们整个地球 或者说世界数有点大 对不对 我们的商业逻辑就是应该follow追随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些布局 比如说他布局了什么电动汽车 布局了这个太阳棱 还布局了 机器人 对不对 机器人 还有基因工程 对吧 他基因编辑 他不是把猴子里面加一个芯片吗 猴脑里面插入一个芯片吗 未来人也可能会插入芯片 然后来来来来来 可能会变成半人半机器人 谁知道呢 对不对 还有就是现在他又收购推特 有可能会对这个发动来改革这个信息革命 对吧 川普他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推特上来说话 来发言 谁也不能够去主导 没有主导 最终这个信息筛选 他不应该是受某一个人 或者是受某一股力量来说他是对或者不对 比如普京 比如川普 他们能不能够在推特上发言 所有人都可以 因为你不能只是听到说乌克兰被侵略了 那普京他有什么苦水要说的吗 对吧 我们不能总是说让那个 好像说让坏人 不让坏人说话 所有的只能让好人发言 那坏人为什么变成坏人 他肯定有他的理由 对吧 所以我认为 不管我们现在是在疫情中 我们是在被隔离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始终认为 保持乐观 保持乐观才是生活 才是生活的前进的动力 我们看看马斯克 他也只是一个人 我们也是一个人 所以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对自己和对这个社会改变的事情 然后最近看到日元的一个汇率的一个暴跌 那么我们人民币最近也出现了一个应该来讲是一个跟美元的一个贬值吧 对吧 好像贬值了一点几一点几 然后有数据显示中国在上个月流失了175亿美元外资 然后这种外国海外投资人的资本外逃规模空前空前未见 这次外流资金包括112亿美元的债券 其他则为股票 海外投资者今年2月净减持人民币350亿中国政府债券 是有史以来减幅最大的月份 这种抛售现象在3月加速创下人民币520亿元的新高 所以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当政府都不被大家所认同的时候 我们手上持有的货币就变得一文不值 因为如果我们都不使用它 我们减少去使用它 这个货币就会贬值就会一文不值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种现象 那么所以我并不是 因为我自己没研究 但是我是有理由相信 加密货币 比如说以比特币为主流的 这种加密货币 未来它一定会是我们生活中高不可攀 目前来讲还是攀得起 未来一定是高不可攀的一种支付方式 那Wood它在今年1月份应该是1月份就做了一个预测 它预测比特币在2026年的价格将达到50万美金 然后2030年它的价格将达到100万美金 我们不能小看这个70岁的女人 年龄比较大 我看她脸上这个就是 虽然说话有的时候有点结结巴巴 但是但是毕竟70多岁 然后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看她非常有活力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女性的学习榜样 然后之前当特斯拉的价格股价在500到600美金徘徊的时候 甚至说一直跌跌对吧 从冲到七八百然后又跌到五六百 很多人可能心态崩溃了 我买特斯拉从来没亏过 从来没亏过 但是我就是没有长期持有 现在已经涨到1000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有一些股票 你的资产就翻翻了对吧 那这个其实Wood它在之前来预测特斯拉的股票 它说它的股价将达到1000美金 那现在特斯拉的股价就在1000美金 而且它预测特斯拉股价未来会到2000美金 所以其实长期持有好资产 或者说你对某些投资人 你有信念 你认为它就是你投资的方向去追随 那么你就去信任它 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时间 一定就是把比特币来研究一下 那出国以后对吧 因为在中国买是禁止购买的 那么我们出国以后到了海外 我们要不要把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 作为自己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 现在我看了一下比特币 目前所有加密货币都在跌 所以实际上我总认为跌的时候 就是很好的一个入场的机会 现在好像比特币已经跌到了 4万美金以下一枚了 所以我认为跌不到很多 跌不到很多 所以现在来讲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入手的机会 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研究一下 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给我 因为我实在是弱 非常弱的小白 完全不太懂 完全不太懂 也没有时间 但是我知道这一定是一个趋势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吧 好的 也欢迎大家拍砖 好 再见